大家好,我是五仔 我是透氣位 我們Hey Five 這個五間娛樂 跟大家每個小時都有新片更新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 我們今天追蹤 汪小飛大S離婚協議 我們看到內地的新聞報了 不過我們出街的時候可能又遲了 香港媒體會更快 究竟有什麼事呢? 離婚協議真是炒保母 之前說一些資料 不是假的 換血 洗二五仔 另外我們會討論 大S的樣子這麼臨善 小S的樣子這麼淫賤 為什麼大S肯離婚 小S就是要默默地受氣呢? 有一篇內媒的報章 講得很有道理 我們研究一下 分析分析 先講大S汪小飛的一案 這一審結果 引起不少人圍觀食花生 兩個人互片大戰 令網友動魄心弦 光小飛大S都沒有上庭出席 主要來說 包括大S主動放棄孩子的撫養費 但是汪小飛需要繼續支付錢 給孩子成立成長基金 大S拒絕汪小飛 不讓他看孩子 還要用法律去阻止汪小飛探視 給什麼財務都不允許探視 不讓他看孩子 真還是假列出了六大點 一審結束 兩人未到庭 不過審訊結果 台灣媒體馬上爆料 出不少訊息 第一 大S嚴格執行離婚協議 主動放棄自己的善養費 我不用你養 對了 行不行 你滿意嗎 沒所謂 沒所謂 他都這麼有錢 撫養費 給小孩成立成長基金 應該一個兒子有份 但是成長基金 你要扔很大塊錢出來 基金 每年生幾個百分比 汪小飛一獲 要給一大筆錢 另外 信用卡 轉款轉用 信用卡是可以用附屬卡的意思 就是開張給我 我說什麼就什麼 這樣也是 無限額的 自然看新聞是 厲害了 第四 堅持撫養權 甚至可以動用法律 限制對方 不讓你探 即使給多少錢 都絕不妥協 那你又霸道 大S 是不是這麼討厭呢 你怕他拿走你的兒子 誰怕誰誰就禁止誰 是不是真的要這樣做 是不是做得這麼絕 畢竟都是親生骨肉 是不是 你情不在 你子女都情永在 這個我不認同大S 應該要給他探視權 第五 真的炒了家裡的保姆 司機也炒了 重新再找過 他不讓任何人插針 插針進來 即是爆了那些東西出去 誰知道你 拍到我和光頭佬石石 刺刺刺的 那樣的鋼頭仔 馬上爛了 對不對 不行的 這些鬼頭仔 要兜他 另外包括電費 日常開銷 什麼 自己承擔 免你捨得欲酸 又說什麼電費幾千元 大S說 不要說電費 那些散紙 我和你搞定 不僅如此 大S要求汪小菲信用卡 繼續給他用 但是要叫專款專用 同時大S將會炒了 那些 剛才說過 專款專用 這個真是毒 喝他滾的 他這些分分鐘是黑卡 你弄一部直升機 我就給你 那你豈不是很便宜 那就是 誰叫你取大S 大明星 當然有大明星的待遇 不少粉絲都批評 這樣的判決 結果真的偏坦大S 首先 汪小菲的善養費 和信用卡的費用 其實都不少 又要繼續給 換了名字 就是這個原因而已 那之前給大S的善養費 現在變成孩子的成長基金 信用卡又繼續用 還要轉卡專用 所以對汪小菲而言 一分錢都不能夠 即是 不可以 汪小菲給錢 就越給越多 感覺上 沒有少了 還要給多了錢 最重要就是大S 要阻止他們探仔 這一點 相信汪小菲和張蘭 是接受不了的 因為他們兩個最重要 就是想看回小孩子 不過不知大S為什麼要阻止他們這樣做 大概應該是之前 汪小菲有一些言論 觸及到台灣方面的法律 像他這樣說 網友說 大S的人都不太厚度 畢竟汪小菲就是親生爸爸 既然是孩子的爸爸 就不應該阻止他們看兒子 何況兒子都會喜歡看到爸爸和媽媽 不知道汪小菲收到審訊的判決 會不會有其他特別的反應 不過他好像病得五盒六色 未必有氣力去理這些 同時炒了保姆和司機 再找其他人 不少網友吐槽大S 他說這一點做得很自私 你說自私? 我覺得很穩陣 對於大S 因為家中的保姆和司機 是汪小菲安排的 尤其是保姆 更加在北京帶過去 認為他是他們的爪牙 這對母子的爪牙 但是一時炒了保姆 也是猜的 外界 誰知道猜出來是真事 但是一時汪小菲兩個小朋友 其實很依賴保姆 說到他經常在語中抱抱抱 好像好朋友一樣 但是都是這樣 似乎有點不近人情 但是其實你想要一個 完全沒有第三者監視的情況 還是要人情? 這方面就是 其餘的都是小數 電不電費的開銷 其實很小事 大S 汪小菲這個審訊一出 大S禁止汪小菲探兒女 又炒司機 目前大S、汪小菲都沒有提及這些事 都不知道堅定流 但都可以信一信 說到大S做得這麼狠的時候 為什麼大S就夠膽和汪小菲離婚 而小S呢 老公又被人拍到偷吃 就要忍氣吞聲呢 還不是一次 很凶惑 好 我們研究一下 他說 你有沒有想過大S的人這麼兇 他拍劇集成日 參賽那些全部都是 很可愛的女主角 對 真的沒有樣子看 你猜不到 你小S 大S就是臨善 小S就是淫善 但是為什麼小S 會變成鵪鶉那個 常常躲在耳邊哭呢 所以說 裝面那一陣 其實都是裝出來的 好 這個大S有多兇狠 他抱著新歡 不斷問前夫拿錢 夠不夠兇狠 夠 這篇東西不過都收了汪小菲錢 他說 汪小菲是一個有才華的人 在哪裏 裁在哪裏 他可以成為一個極不公正的人 他真是 他頭上一塊布 他說什麼 世上最不公平的 他可以 他可以說 大S是在綠茶表 他可以說 他是綠茶表和渣男的混合物 就是說大S 內媒這樣寫 好了 他說你有沒有注意到的 這個就是 這個大S 可以說是比較了解自己的人 他說為什麼 他妹妹不可以像姐姐一樣 狠狠地剁了老公 把她踩在腳底 插著 然後 大S好像玩弄汪小菲 不讓你探 不讓你探 要你錢要你錢 拿著新歡 為什麼小S做不到 好 好 首先他說一件事 不得不話的就是 大小S的情況 顯然 大S 騎牛找到馬 小S 什麼春都沒有 小S 總是 present到自己 說什麼 下面都膚面膜 又粉紅色 其實他真的是 下鱷魚頭老襯底 這個就是 越是內心沒有東西的人 越張顏沒有爪 裝了東西 又說自己粉紅色 你粉紅色下面 你找不到男人 是不是 大S找到 你媽媽姊姊姊 兩個都粉紅色 那就說到了 接著 汪小菲透露的訊息 大S 原來和光頭佬 接觸了很久的時間 就是什麼 大S找到 新佬 找到新的家 就是 汪小菲的意思 說他 建議試遷 看完時間 各樣 他說你看看 小S 很明顯 他找不到這頭新的家 他沒有家 如果和老公炒了之後 家裡也沒有了 所以他沒有勇氣 和老公離婚 他的狀況 在婚姻市場 也有很多這些存在 他說自己又不是黃花龜女 又拖著幾個女兒 這些算是高齡女兒 1978年的人 現在44歲的女人 你有什麼資格出去找別人 一定要找別人 離婚都可以自己一個 關什麼事 小S都很棒 對 為什麼這樣說 他的身材很好 一直都保持 他離開了一個男人 我想他跟餘狼似虎 很多時候 好了 他說到 他們的經濟環境又不錯 這些年紀大的女人 你在她面前 如果離婚 他覺得不行 不要 很肉酸 又有錢 被人笑 被人說 現實很殘酷 你能夠達到他 水平的男人 如果你說你有小S 那麼有錢 你會不會選小S 我外面有很多女人 就是這樣說 有錢也買不到男人 說小S 如果你要 是啊 你有錢又怎樣 你名氣又怎樣 我當你和你差不多等級 那些 羅志祥不選你 就是這個意思 他身邊是明星 我有這個錢 我不會選你小S 那你就要 其實沒所謂 我覺得小S 你找回小鮮肉 我覺得小S 已經過了找男人的階段 他給我的感覺就是 他現在是很努力地照顧女 他的女兒去拍廣告 跟著今天 有些人又想做演員 我反而覺得他 表面就是搞事 性格就是怕事 我覺得他是這樣 是啊 有些事情很難說 好了 他說 因為男人 如果有小S 那麼有錢 有很多女人過來 是不是 小S 自己有三個女兒 要找到一個 唉 跟他差不多 你沒有可能 所以大S 其實都是貼人貼仔 肝頭仔 沒有錢 你做到這樣就可以了 其實小S 就是沒有新的對手 或者是這樣說 沒有人想接手 你明白嗎 一個中年女人有三個女兒 沒有人接你手 他就引起吞聲 這方面其實他自己也知道 他知道自己在婚姻市場也不能選擇 所以他老公的問題 是不是真的很大呢 是的 別人說他老公的問題很大 別人拍到完 玩女人 但是 只要問題不是大到 大到真的不能夠 所以他都引起 關機就好了 是的 忍氣吞聲 免得 在那個 遺跡上留一個污點 現在的處境 好像別人嫁進浩門那些 鵪鶉 其實小S 那時候離婚可以是一個娛樂的預言 他經常拍到老公又這樣又這樣 是的 擺明是出去玩 然後叫自己的老婆走出來 我們都認識我們都是朋友 真的很傷害 怎麼能忍受呢 他很好笑 他這裡這樣寫 小S 給誰都清楚 一旦離婚 他老公就會無逢接軌 跟外面的女人 他呀 難一點了 到時候更傷害 我看他跟徐琳那個客串做嘉賓 我覺得他做得很爽 很爽 他爽 他是爽 他就要學他姐姐 屈就找一個 沒那麼有錢的男人 又明知那些未必是愛情 他貪不貪那些錢 可能他人本身比較計較 可能會是這樣 我都不願意付出 我自己本身有幾個女兒 不不不不 我怎麼會扔錢去貼仔 那些女兒已經賺錢了 現在已經 那些女兒已經賺錢了 免得了 多事想 這個小S反而就很不同 跟他的姐姐 這些很難說 又或者 會不會是傻到被網上的毒雞湯 毒到自己呢 什麼都隱隱就好了 哈哈哈哈 他很友善蔡康榮 因為他說 對呀 蔡康榮最喜歡說毒雞湯 對呀 可能就是這樣 被他讀到也還沒頂 他說 看小S的人 相比他的姐姐 就是不現實 對呀 一個是很現實 一個是像自己欺騙自己的傻婆 兩姐妹的情史 都是為人津津樂道 今天先講到這裡 其實小S都挺可憐 他只要拿到他姐姐一半功力 我相信他都會過得不錯 今天講到這裡 下次再談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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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